今天呢行政院的副秘书长陈庆才 将ECFA的相关的公开资料 送到民进党中央党部 由民进党的发言人蔡其昌收下来 这份厚达600页的A4纸张的资料 堆起来大概4.6公分 这么高 蔡其昌收下之后会怎么处理 早上在民进党的新闻稿当中已经说了 如果拿到的资料呢 不是所谓的这个早收清单 台湾的500项跟中国的700项 还有所谓的ECFA草案内容的20条 以及ECFA决策参考的评估报告 不是这三项他们所要的资料的话 他们收到之后呢 就会把它直接丢进资源回收头 蔡英文只能有一个 就是反对 反对到底 其他都不用谈啊 他们的文宣只有一个嘛 就是对ECFA说say no 已经say no了 他已经说no 他还有什么资料 他连资料都不知道就能说say no 表示他已经有立场了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觉得蔡英商这种讲法 其实只有让人家一般人民 其实会觉得你们实在是太轻视人家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没有好处 其实你知道刚刚有观众打电话进来说 说这个国民党多办ECFA说明会 那军民马上点头 我其实告诉各位 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越自由的国家 有非常多人民对政治没有兴趣 所以台湾很多人不知道ECFA 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了解你知道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才多办几千场人民都有了 不会 因为其实 那去听搞不好还打嗑声 各位要知道基本上 在一个越自由的国家 人民觉得绝对有很多地方 比政治更好玩 所以你政治只会过招而已 对人民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你这玩来玩去 人民根本不在乎 所以我的意思说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对人民有实质的利益 你这玩了一花招 基本上没有用 所以大多数人民是不管政治 ECFA再办一千场 也是很多人不想知道 所以叫我们不要再浪费钱办了 是